歡迎收看關鍵時刻 是 今天不只是台灣 今天在日本 今天在中國 最大的新聞就是這張照片 福原外跟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男性 這個男的比他高25公分 長得像大骨翔平 然後進到了旅館裡面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可以看到日本媒體大幅報道 而且只有他們的婚姻已經觸礁了 甚至我們看到中國跟日本是仇 中國跟日本現在嚴重的對立 現在習近平本來要去訪問日本 結果現在日本百分之七十幾 將近八十討厭中國 所以習近平沒有辦法去日本 做國事訪問 但中國跟日本有一個焦急點 到現在都還沒有改變 那是誰 那就是福原愛 其實台灣可能還沒有那麼愛福原愛 中國跟日本愛死他了 就沒有想到 今天真的爆出這條新聞的 真的跟著福原愛 甚至把他的老公 罵得狗血淋頭的 都是日本媒體 對 事實上這張照片 或是說這個福原愛跟這個江洪姐的問題 事實上今天端上檯面 有一張照片被他拍到 被日本的這個雜誌拍到 這個福原愛跟一個高他二十五公分的 類似大股祥品這樣的男子 走在這個日本的街道 甚至還有去約會這樣一些傳言 好 那這個照片 我們看很多台灣人 其實是因為江洪姐才知道這個福原愛 我們對福原愛認識不深 但是在中國還有在日本的媒體 這是一個超級大的新聞 沒有 我也是因為福原愛才知道江洪姐 不是 誰知道江洪姐 第一個時間點裡面來說的話 你看他們的消息 馬上就登上了中國的熱搜排行榜的第一名 而且熱搜第一了 而且是遙遙領先其他所有的消息 大家全部都在關注福原愛 因為福原愛被中國人稱為叫做瓷娃娃 因為他這樣他會講一口這個非常流利的東北的這個 東北的這個土話 而且他跟中國大陸的桌球界有非常多 都跟他是師兄妹的這個關係 他不論是男的桌球選手 女的桌球選手 跟他都非常非常好 所以日本 中國大陸的民眾非常喜歡福原愛 我們知道桌球是日本的強項 是中國的強項 對 中國在這個體育上面碰到日本人 我是置之死地 可是碰到福原愛 他們都會留一手 為什麼留一手 因為福原愛那種哭腔 的確也讓很多中國選手打不下去 那除了這個之外 日本人會非常喜歡他 我們看了很多照片 從他小時候 他就是已經是日本家喻戶曉的桌球選手 因為為什麼 他怎麼打 怎麼輸 怎麼輸的時候 就一路哭 哭 哭到 他後來真的變成日本第一 我們不能說 不得不說 他的確實力是非常好的 他曾經登上日本的第一代表日本參加奧運會 只是因為中國的這個桌球實力實在太強了 導致他沒辦法變成是世界 這個贏過這個中國大陸的選手 我們看到 現在是由周刊文春 還有女性周刊來報導 這個學習還已經拍到了 是 可是我們才發現 原來日本盯著福原愛 跟他的先生江洪姐已經很久了 抱歉 這個周刊文春盯上這個福原愛 跟這個江洪姐之後 我們必須可能為江洪姐要捏一把冷汗 為什麼 因為這個周刊文春 他們最厲害的他們是什麼 他們號稱叫做文春炮 文春炮 你看這個這個 周刊文春這個封面好像是很文藝的 可是他完全不是文藝 他就是以重口味八卦文明 他就是要把你打死為止 那他 事實上你看 他的標題下什麼 他標題就是 你這個插女把福原愛逼到離婚的霸凌老公 你看他的用語多麼的辛辣 導播我看 我們當然不懂日文 他的日文是這樣 這一排 然後我們把他翻譯出來說 你這個插女把福原愛逼到離婚的霸凌老公 對 那這個用詞是相當相當的辛辣 所以他已經決定了 他就是要把這個霸凌老公 可能要把他的所有的惡行揭露出來 所以你聽說 日本的媒體 現在在福原愛跟江洪姐這個婚姻問題裡面 把所有的責任全部都怪在江洪姐身上 對 那我們先講 這個過去的這個周刊文春他到底毀了多少人 可能很多臺灣人都知道的折凱英龍華 過去也是一個清純的美少女 吸毒大麻事情 就是被他爆出來的 另外北野舞 臺灣也非常熟悉的 這個日本的這個演員 他呢 他也是被他 甚至清源何博的這個 這個棒球選手 包括說像Becky一個日本的 這個混血的這個女明星 甚至小事折災的外遇 還有去年鬧得非常非常 東出昌大的這個外遇 很多事全部都是他出來 而且他一爆出來的時候 這個人基本上是毀了 你看像這個折凱英龍華 到目前為止 他都還沒辦法翻身 所以這個東出昌大 已經被日本的演藝圈 給這個抵制 那現在這樣子的話 難道接下來日本或是怎樣 會把這個江洪姐的更多的事情 把它抖出來嗎 不對啊 你被拍到的 明明是輔原案 為什麼慘呢 卻是他的 這卻是這個江洪姐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日本媒體 對江洪姐的可能不是那麼的友善 第一個 所以說日本媒體 早就看他不順眼了 我們知道事實上日本是這樣 日本人是很崇拜強者的 我們扶原來已經是日本第一了 好 如果你這個江洪姐 是很厲害的人的時候 我們會親服你 可是你知道 他們一結婚的時候 很多當時的日本人 都覺得非常奇怪 這個好像有一點點是 我們上架到下面那種感覺 日本人一開始就有那種感覺 日本是英雄崇拜的 偏偏這幾年了 江洪姐真的也打得不是太好 你看他2017年加入這個 琉球的太陽隊之後 然後因為什麼 為什麼球隊會把它找去呢 因為第一個 他其實當時四名 世界排名88 也不是很強 那結果人家就說 因為他是福越來的老公 那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他能夠拉起台灣 跟琉球之間的這個觀光 結果沒想到他打之後 一年出賽六場 吞下五敗 結果隔年一機會打 結果二零二零年因為疫情影響 所以他都沒有打 所以你看日本人說 你怎麼都沒有比賽呢 對啊 你正打門子的這個桌球選手 每天都不回家 那只有週末才回家嗎 對 所以對日本人來講的話 他們覺得沒辦法接受 所以你看日本人 對他都不友善 那這幾年福越來 在日本拍的廣告裡面來說的話 你看這個 只有福越來 日本航NAA的這個航空公司 甚至這個日本的飲料公司 的這個廣告裡面 只有福越來 沒有他的老公 所以他告訴你什麼 你說在台灣 都是找他們兩個一塊拍 可是在日本的話 只有找福越愛 沒有江洪傑 對 所以事實上 就是告訴你什麼 日本對江洪傑 或是對這個婚姻的人 他們基本上 是沒有那麼看好 那你看 我們必須從今天的照片裡 你就知道說 其實日本的媒體 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你看今天的這個女性7 公布的這個照片裡面 你看 他有洋洋灑灑 有出現了55張的這個照片 55張 你看全 從頭到尾 包括說他們怎麼去 在哪裡約會 然後去了什麼地方 全部都跟了一清二楚 他這個巨細民意的程度 你就可以知道說 日本媒體是多麼關注 福越愛的事情 甚至在這件事情 雙面來說 日本媒體基本上 他們已經選擇了一個立場 去報導這件事情 而且福越愛承認說 我跟他的確有道賓館 只是我們兩個住不同的房間 回到了東京 他也住到我家 只是我們兩個住在不同房間 可是 日本人接受了 日本當然接受 而且你知道現在 越來越多的消息 爆出來 他又說什麼 就是說日本媒體就說 他們兩個其實 在今年的一月 就已經談要離婚了 而且他們台面上 跟私底下 其實是雙面人 他用這樣講 保證 他們現在周刊都說 是根據他們周邊的友人 但是到底是哪些友人 去爆這些料呢 譬如說第一個 他們兩個要結婚的時候 天啊 你如果去看日本的媒體 真的很不堪 對 那譬如說 他們要去辦婚禮的時候 他就說 當時的這個婚禮 好像都是福越奈扛下來的 因為姜中姐說 他肩膀不能夠參加 這個相關的準備活動 那所以呢 他就說 他還常常大罵說 福越奈是把家裡的氣氛 搞破壞了一個人 甚至他在懷孕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他這個福越奈害喜不舒服 他就說 你是營養進不了肚子裡面去的 那甚至他們 日本媒體說 引爆他們兩個 想要離婚的一件事是 因為福越奈去看診 看牙醫 就看牙醫的時候 穿的衣服好像不是姜洪捷 希望看到的 甚至他回來說 他就說 折罵沙像是要挑逗一樣的 把嘴巴張開 你這個插女 這個插女的標題 就是這樣插出來的 所以他事實上 日本媒體 爆得非常的巨細 而且這些資料 到底是從誰 誰爆了這些料 所以日本媒體 完全站在福越奈那邊 當然完全站在福越奈那邊 那甚至還爆什麼 還不止這樣 他還說什麼 還爆說 他姐姐是個惡劣的公主 你看 這是日本媒體寫的 這是日本媒體寫的 對 他們就這樣子 直接爆這個料 還特別講 是39歲 異能見 對 然後他說是 怪物大姑 怪物大姑 對 所以就直接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 日本媒體是非常關注 他們家的一舉動 我覺得日本媒體 好可怕 你怎麼講台灣媒體可怕 我覺得日本媒體才可怕 把你真的掀了一乾淨 他就說什麼 因為福越奈那邊 他就說我跟這個江洪姐很多事情 我不想讓外面知道 但是他姐姐的就是不斷的打卡 或者怎樣去分享他們家裡面的事情 甚至沒有問過這個福越奈這件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中日之間可能沒辦法 這個大家對隱私權那種觀念不一致之後 導致一個導火線 天啊我們看到他在人前的時候 這麼大的恩愛 還去參加這個實際秀的活動 是 可是從日本媒體的報導裡面 這麼不堪 好不好姐 事實上現在還有很多畫面看出來 你知道 還有畫面出來 對 因為他們之前去參加非常多 中國的這個實性秀 實性秀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福越奈都會陪著江洪姐去打球 結果打輸了之後 老實實上 這個也是讓很多中國民眾 非常喜歡福越奈的原因之一 打球打輸的時候 你知道福越奈做東西給這個江洪姐吃 那他就說如果我打輸了還有嗎 他就說 當然有啊 因為他就說 這個福越奈就說乒乓球很重要 但我們不是乒乓球裡面有人身 是人身裡面有乒乓球 你說講了這個話之後寶姐你知道嗎 這就是他打輸球的樣子 很難怪我是日本人 我也生氣 很沮喪 那你看福越奈這麼堅強 如果你按照日本人的眼光裡面來說 他真的是這樣子 怎麼可以配得上我們的小愛愛呢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有病 明明南方是我們臺灣人 可是我們臺灣人好像沒有跟我們關係 是 真正很入戲的 是 真的很認真的 是日本人跟中國人 對 中國跟日本人都非常關注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日本 中國當然熱搜 你看第一名江洪姐 否認與福越奈離婚 四百零六萬的關注 你看遙遙領先所有的關注 你看這馬上就登上熱搜的第一名 這還是之前的 對 我覺得今天一定更熱 對 他搞不好整個這個閱讀數 會非常非常多 那為什麼中國民眾那麼喜歡福越奈說穿了 他其實是中日友好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人物 他第一步上有日本國旗跟中國國旗 對 為什麼 你看事實上他2005年的時候 當時中日有一點點緊張的時候 他去當時跟這個日本 中國駐日本的大使的時候 這個王毅他們就寫了這個 他說他寫了這個 中日友好福元愛這幾個字 另外一個你知道 福元愛 對 那你知道2008年的時候 當時胡錦濤去訪問日本的時候 他就跟福元愛兩個在打桌球 用這樣桌球乒乓外交的狀況 所以他在中國大號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那你根本不用講 他17歲 他就到瀋陽去到東北去練球的時候 他有那麼多的師兄妹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輸給中國大號選手的時候 他也沒有真的很舉手 他只是哭說 比如說他之前有被一個張怡靈打敗 之後有一個李小霞兩個打敗 他說走了一個張天王 又來一個李天王 他就用這種方式 那很多日很多中國大號民眾不會討厭他 甚至他們在打球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中國的這些師姐覺得 我把你痛載不好意思 他會故意放 放水 讓他得分 那事實上甚至當時 人家中國大號都一直很想把他 把他跟中國大號另外一個選手 合作 中國大號很喜歡福元愛 但是沒想到 因為今天這個 他們他可能跟這個江峰傑 婚姻走不下去這件事情 讓這件消息變成是中國 跟日本的熱搜排行榜 好 超越 就是今天我們剛剛講的 福元愛在台灣 你還感覺不到那個熱度 他真的在中國這麼熱嗎 剛剛講的 只是之前江洪傑否認離婚 就有四百零六萬的這個關注 現在更夯了 可能要上億了 其實在之前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那時候福元愛跟江洪傑 曾經上過大陸的一個實境秀 叫做幸福三重奏 你知道嗎 他們是要藝人才能參加 比如說大S王曉飛 還有陳建兵 蔣清清他們 是沒有找這種運動員來參加的 唯一例外就是 福元愛跟江洪傑這一組 為什麼 因為福元愛 大家喜歡他 大家覺得他就是 因為他跟中國的淵源太深 大家覺得他這個球打得太好了 嫁了一個台灣人 一定很有故事 所以這個節目裡面 唯一來參加的一個 一組不是藝人的 就他們這一組 但這一組最搶劫 為什麼 他們一出來 就是說我們每一天 要親吻一百次 你說福元愛跟江洪傑 放閃閃到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你看 小愛又很愛哭 在裡面他又做菜 然後每天 就是說幫江洪傑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嗎 連跟他們一起錄影的大S 看到這個 就是他們那個真情演出 這個大S都說 哇 這個小潔 真的是娶到一個好老婆了 而且他這個節目播出之後 每天的觀眾的留言 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每個很多男生 很多大陸的網友都寫說 我要娶小愛 我要娶小愛 每個人都要娶小愛 就覺得說 這小愛真的是一個太 這典型的先妻良母 因為他們那個表現出來 在裡面那種真情 然後有時候 江洪傑會發一點小脾氣 甚至於就是說 因為福元愛在錄影的時候 有私下跟人家講說 其實他們要來錄影的過程當中 去一個機場 他想要買個筆記本 江洪傑不讓他買 就說 他說家裡很多筆記本 你為什麼要買 回來之後 小愛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他跟工作人員抱怨 他們說其實江洪傑會有一種 叫大男人那種脾氣 他那樣有大男人 所以福元愛就是忍受忍受人 可是你常常就是因為有福元愛 這個節目 幸福三重之後 他們這一組 這一組的這個 他這個搭檔 在大陸演出的時候 創下收視的高峰 所以也就是說福元愛 他跟大陸的關係 他是票房保證 票房保證 但是後來他們要再錄這個第二季 第三季的時候 福元愛因為非常非常忙碌 就沒有再過去拍 可是你知道嗎 福元愛的很多很多的廣告 他因為結婚之後 還有加上他在大陸的這個 非常好的關係 他的廣告的酬勞 是創新高的 每一支廣告有1.2億的日幣 就是在他們運動明星裡面 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他的廣告 比如說一些家電廣告 剛剛講的這個 航空的廣告 還有什麼珠寶的廣告 這些廣告都是因為他們 鎖定大陸的消費觀眾 因為有福元愛的加持 這些廣告 就是說除了你剛剛日本 台灣可以賣的 最重要的市場是在大陸 所以這是因為 鬧出這個匪文 這個離婚 這個糾紛這樣出來之後 其實說今天很多廣告廠商 已經撤下廣告了 甚至於他們如果合約還沒有到期 還要面臨要被求償的可能性 所以福元愛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 讓這個事情曝光 為什麼選這個時候 讓周刊一再地把這個所有的 他就跟另外一個男生約會的狀況 被報道出來 是因為他已經吃了秤羅鐵了心了嗎 還是他覺得說 他要切割江洪姐之後 他恢復自由之身之後 也許他個人 因為以他現在的魅力 以他日本人的喜歡 以大陸對他的喜歡 也許另外一片天空 另外一個市場 才正等著他 好 那剛剛講 他很小就覺得 我聽過他在講這個普通話 他講普通話 跟東北人講普通話 幾乎一模一樣 對 如果看過那個影片 都會覺得說 這個是福元愛在講國語嗎 因為他從很小 就是說因為你打乒乓球 一定要去大陸歷練 去留學一番 他到那邊去 很小就過去了 所以是很多的苦頭 但是也是因為在東北 就是非常的寒冷 他去學 除了練桌球之外 他就跟著東北人 講那個東北的國語 東北的土話 所以講了一口的這個 東北腔的國語 所以在這樣 中國大陸人聽起來 覺得特別有傾斜感 一個 因為他們其實是蠻仇日反日的 可是一個這麼可愛的 這麼小 就來大陸練球學球 講了這麼好的一個 這個這個 這個中國這個地方的 這個方言 這樣子 所以他們覺得非常非常喜歡他 再加上福元愛 隨時隨地都是在微笑 甚至於呢 遇到一點的委屈 他就很喜歡哭 這一點就是說 很多的觀眾會覺得說 我就是心疼他 然後個兒小小 非常的嬌小 可是打起球來 那個威力又非常的嚇人 所以他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其實一直都非常非常穩定 然後大陸的觀眾 非常非常喜歡他 那這一次呢 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其實到現在為止 就是說包括中國大陸 很多的媒體 現在陸陸續的報導 都出來了 甚至有人就說 江洪捷一定不會要離婚的啦 因為他不能夠失去福元愛 可是目前看起來 福元愛應該是已經下定決定 好 正好 你看日本社會是非常有趣 他們竟然出現一個現象 超單身社會 什麼超單身社會 也就是到了二零三零年的時候 每三個一個男人 五到五十歲喔 你不是說你是單身 是你從來沒有結過婚 我來想像 到了五十歲 從來沒有結過婚的人 竟然會佔整個日本社會的三分之一 什麼叫做超單身社會 是這樣子喔 現在我們講未婚率 未婚率就是我算到五十歲 五十歲以前你沒結婚 你大概後面也不太會結婚了 他們就統計到五十歲 到現在 現在日本已經很誇張喔 現在男生日本是24.2% 可是到2030年會變29.5% 換句話說每三個日本男生 就有一個沒有結婚 你說現在是四個一個 未來是三個一個 對 然後女生是14.9% 到2030年也會變22.5% 所以未婚率到未來 在日本可能會變顯學 三個男生一個男生沒有結婚 然後呢 現在喔 2015年有四成的日本人是單身 你知道嗎 到2040年單身比例會變到47% 意思是兩個有一個人單身 因為單身跟未婚 所以日本就變成一個單身的社會了 就變成一個單身的社會 所以現在 當日本變成超單身社會之後 日本出現了單身經濟學 什麼叫單身經濟學 也就是他很多東西就是為個人來設計的 首先日本先出現叫做單身狗的餐廳 單身狗的餐廳 這個照片喔 他在網路上 他一被弄出來 非常非常多人分享 然後說要去採點 為什麼 因為日本有那種家庭料理 家庭料理通常都是一家子去的 可是喔 現在這種日本的家庭料理 竟然會有單人席 然後單人席 他非常非常貼心 有自己的插頭 自己的WIFI 然後呢 因為日本人會尷尬 我一個人去吃 他連座位都是高低的 就是我避免啦 我兩邊視線 眼睛會對到 看不到對方 看不到對方 所以你看喔 他的座位 座位竟然 這個人比較高 這個人比較低 竟然是高低座的 然後他的高低座就說 讓單身狗去 那很多人呢 一發現這個東西太好了 因為他們很喜歡吃這種日本料理 日本菜 日本料理不是只有壽司啊 不是 也不是只有焗爐 還有那種日式家庭料理 最有名就是大戶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種大戶屋 就是這樣高低座 因為他們說平常我去吃到全家人一起去吃 可是我現在竟然有這個單身行 那我實在太方便了 甚至有日本人很愛吃燒肉對不對 燒肉我們都三個好友一起吃 日本抱歉 現在出現 一人烤肉店啊 這個一人烤肉店也很厲害 一人烤肉店的狀況是什麼東西呢 你看 他的烤肉設備喔 他的網子 特別特別小 因為我很多人吃吧 很多人吃網子要大 我一個人吃不用那麼大的 小小的網子 所以我在一個格子裡面 一個人在裡面烤肉自己吃 自己在那邊烤烤肉 然後非常非常孤單 然後那個很小很小 比這個A4紙還稍微小一點 反正你肉的份量也不多 這就是一人烤肉店 然後呢這樣還出現什麼 一人健身房 一人健身房 本來就自己去 他說不是 因為日本人有時候這樣 我一個人去健身房 他覺得會尷尬 因為會氣喘吁吁 怕邊旁邊看到 所以你看到這樣有這種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就是一個人隔肩 然後你在那邊跑步 你就慢慢跑步慢慢跑步 你跑得快啊 一人健身房 跑得慢也不會被笑 然後邊跑邊喘氣 一直休息也不會被笑 反正就一個人健身房 可是你去健身房 就是找朋友去聊天的啊 沒有 因為他們現在真的單身經濟 太太太受歡迎了 甚至是怎麼樣 日本人現在還習慣 一個人泡三溫暖 我們都說不是混育嗎 對啊 這不是混育 男生也是大澡堂 對不對 今天日本既然東京出現 叫做一個人的三溫暖 什麼叫一個人三溫暖 他的三溫暖大小 大概跟電話亭一樣 反正你就自己進去 要沙奶要沙奶要泡澡泡澡 反正就一個人的份 可是以前不是 這種沙奶浴是好幾個人 坐在那聊天嗎 我們看過日本電影都知道 那種刺濃刺風就在黑道池 另外就是大家坐在那邊聊天 然後大家甚至溫泉 還有男女混育嗎 抱歉現在沒有 全部變單人的三溫暖 甚至還有女佣一個人的 桑拿寺 什麼叫一個桑拿寺 也是一樣 反正就女生自己去 就自己在那桑拿寺 這桑拿寺非常非常小 就小小的 小小的 然後裡面有冷水有熱水 你自己要沖冷水就沖冷水 現在更慘是什麼 一個人的露營 現在是這樣 因為現在outdoor風 非常非常流行 很多台灣年輕人也流行 一個人的露營 大家就露營 結果你看現在這個畫面 是日本一個人的露營風 露營也可以一個人 其實坦白說 我認為這是史上最孤單 他比一個人看電影還孤單 因為你晚上 是沒有人陪你聊天的嘛 結果你看他的自己生活 然後自己搭帳帽 帽帽有分單人帽帽 跟少人帽帽 單人帽帽特別特別小 反正一個人睡剛剛好 然後你看他的烤爐也是一樣 小烤爐 因為一個人不用太多 然後你看他在吃飯的時候 你看一個人吃飯 然後最後回去一個人睡覺 所以現在 我有去露營過 露營過我們通常都是三四個年輕人 或五六個年輕人 或者兩三個家庭 露營就是互捧飲辦 對互捧飲辦 然後最後生一個爐火 大家在那邊聊天 在幫你生個爐火 一個人生個爐火幹什麼 結果日本現在很流行 一個人的露營 所以說現在整個日本 單身你看這個一個人的小爐子 也比我們遇到爐子還小對不對 然後也是小鍋子 然後小湯就夠了 這個就是一個人的露營 那現在日本也非常非常流行 可是我們不要覺得日本這樣 我們台灣也要差不多了 台灣現在也很慘 我們台灣是這樣 少子化社會 少子化社會是這樣子 我們講別人自己更慘 我們自己也很慘 你看我們不要笑日本 我們自己也這樣 你看今年一月我們出生率 從原本一萬六千多個新生 直接盪到剩九千多個新生 然後我們人口成長是這樣 人口成長是這樣子 你看這邊人口成長 紅色部分是死亡數 死亡數不斷上升 藍色是出生率 你看出生率直線下降 這出生率直線下降 表示什麼東西 是第一個是沒有結婚 第二個是結婚也不敢生小孩 如果台灣也進入到單身化社會的話 那不得了 我們剛剛看到的東西 全部在台灣人複製 有一個人的牛肉麵 一個人露營 一個人的牛肉麵 一個人的滷肉飯 然後一個人去開刀 一個人去開刀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在台灣發生 可是很殘酷的是 日本人或是台灣人 不是不願意交女朋友 也不是不願意結婚 因為經濟因素 他們有做過調查 四成以上的日本人 為什麼維持單身 原因都是因為沒有錢 他認為我賺的錢只夠養活 我自己根本沒辦法養活 我下一代 我如果沒辦法養活 我下一代的話 我乾脆不要交女朋友 我交女朋友就要結婚嘛 所以這些東西 才是最和諧的問題 日本跟台灣的年輕人 都走向一個貧窮的單身循環 好 會長 現在整個東亞的國家 出現這種出生率非常低落的 一個狀況 剛剛講的韓國 韓國現在已經出生率 出生率非常非常低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獄朝鮮壓的人 所有都喘不過氣來 他甚至做了一個調查 百分之七十的韓國年輕人 想要逃離韓國 而且你知道現在韓國最新出來的 他的一個生育率的狀況 竟然是只有0.84% 連一個都不到 是史上最低 比台灣還低 比台灣還低 而且他們這個情況 真的是還蠻嚴重的 他們光是 以2020年來講 他們總薪生兒才27萬 較2019年相比的話 少了10% 這是南韓現在史上出生人口 第一次少於30萬的 最重要的問題是 現在整個南韓的年輕女婿 都已經開始跟父權社會幹開來了 你知道嗎 他們直接你看 畫面上這個女生 原本是這個長髮美女 非常漂亮 但是他因為整個南韓社會 對於女性的要求 已經激進一個苛求 講白了就是不讓韓國女生活下去 所以他乾脆剪掉頭髮 而且用一個非常中性的打扮 對整個社會去宣告 宣告什麼 我不結婚 我不交往 我不生小孩 我要加入一個完全 就是不婚的運動 來宣示 我們要徹底的拆解目前社會 來爭取權 所以你說現在 南韓的女人跳出來搞革命 對 搞革命說 我搞一個不婚運動 不婚運動是 我不跟男人交往 我不結婚 我不生小孩 是 因為其實韓國的這一股風氣 主要是從 在去年還潛入一部電影 叫1982年生的金智英 就是你看到這一部電影 這一部電影其實在南韓社會 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因為這個女生金智英 她也是大學畢業 然後後來出來工作 因為後來就生小孩之後 她就把工作辭掉 要回到家裡照顧小孩 但是你知道嗎 她在照顧小孩 好不容易要出去就是 喘一口氣的時候 把小孩送去學校的時候 竟然南韓的一些工作上班族 就會看著這個金智英 然後說你看這一種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怪獸 有點什麼吃鹹飯的怪獸 意思就是說完全不把家庭主婦的工作 視為是一種其實非常重要的工作 又非常鼻翼的眼神 看著說你這種家庭主婦 講難聽的就是吃鹹飯的 所以那種他連去那個工作 去那個公開的場合 他都要接受這樣子的一個視野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知道 韓國是一個非常男人沙文主義的國家 這個男人沙文主義 已經讓女人受不了了 是他們甚至還有一個叫做韓國孕婦指南的 還出了一個指南引起重負 你知道嗎 他們指南包括什麼 包括就是說 你要生小孩之前 你還要先檢查你家裡的廁所的衛生紙 你夠不夠 你還要幫你老公準備好飯 我要生小孩 我要幫我老公煮好飯 你確定 因為他肯定不會去做飯 要是好 然後還有很誇張 說因為你呢 就是會顯得邋遢 所以你要先把你的頭髮先砸起來 然後才不會在小 那個不會覺得好像沒有那個就是沒有洗澡 看起來很邋遢的樣子 然後在小孩子出生之後 你還要把一件小 小一號碼的衣服呢 裙子呢 穿在你的那個眼前呢 這樣子 你才會 你才有動力 你才有動力來克制你自己 少吃那麼一口飯 儘快的把自己 可是孕婦不叫補嗎 就很誇張啊 他等於不把人當人啊 你孕婦這個時候 你體虛的要命 你竟然還要少吃那一口飯 你才能射回幾回你生產之前的 那個苗條的樣子 這真的不要說 不要說韓國人 我看我都生氣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孕婦指南 在二零一九年 而且是在政府的網站上 相關的社群上 政府的網站上頒布喔 所以韓國女人要生產之前 所有大家大小事情 你要孕婦自己搞定 你要把自己的小孩子 你要該放在哪裡 你要想好 你家裡面任何牛奶啦 餐廳的電話啦 配送的電話 你要把它記好 你所有的婆家 娘家的電話 你要準備好 家裡的用品 什麼衛生紙 牙膏牙刷香皂 你都要自己搞定 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這所有的假設前提 什麼假設前提 應該是你老公是植物人吧 就你老公是你家人 是植物人吧 怎麼可能你家人 譬如說你去生小孩 你大孩子 難道沒有人接這些事情 你老公不管嗎 或者是說 你們家的米沒有了 難道你的家人 你的婆婆 你的公公 不會幫忙照顧嗎 如果說他這個所有的東西 還有準備小菜 連冰箱要扔掉 就是過期的食物 然後為了家人準備 愛吃的東西 還要準備三到四菜 而且他一熱 就馬上可以吃的東西 這太誇張了吧 你在任何人打開冰箱之前 你看你那個罐頭的存量 應該也會看一下 他的過期日期 所以你知道他們這個 所有的假設的前提 其實都在假設 他的另外一半 其實可能是呈現一個職務 或職務人的狀態 所以由此可見 為什麼韓國的婦女 對他們來講 壓力會這麼龐大 因為他們從年輕的時候 要極盡所能的 要維持漂亮 你知道我有韓國同學 他說呢 他的小孩子長得沒有 不像他太太像他 所以他從小孩子很小時候 他存一筆錢 幹嘛 讓小孩 讓女兒去整心 所以他們等於從出生 到後來已經當媽媽了 當媽媽之後 都還放不過這樣子的 一個均術力跟社會 對他的期待 而這期待的眼光 成了壓倒韓國的 最後一根稻草 那有一個新聞 我覺得也非常方式 事情不是講 普丁的對手 有一個納瓦尼 跟他的這個說 把他的黑海的別墅 給公佈出來 直接在這個所謂的法庭上 跟他直接的對抗 就沒有想到 普丁居然把這個納瓦尼 關到了俄羅斯 最恐怖的監獄 對 沒錯 那麼納瓦尼這次是被判刑三連半 那發監執行以後 那麼曾經在這個監獄待過的人 直接跟納瓦尼說 你要做好準備 做好什麼準備 做好你與世隔絕的準備 而且他不是判三連半 理論上三連半 就算不假 是三連半做好了 也可以出來 不一定 因為他可能可以活得進去 不一定能活得出來 這個地方那麼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進去了以後呢 立刻就有所謂的震撼教育 其實在這個所謂的 那麼IK2 也就是第二流礦地的這個監獄呢 他所面臨到 納瓦尼即將面臨到的 就是過去二三十年以前 台灣警方調查局警備總部 所做的一切的手腕 在裡面都有 什麼呢 比如說最簡單的方式 那麼進去以後 會給你下馬位之外呢 給你收身體幹什麼之外 看你不高興的話呢 直接把你借提出來了以後呢 直接好幾個人把你壓著 你知不知道我們全身 最脆弱的地方 器官在什麼地方 你在哪裡 你直接想像不到 腳底你知道嗎 你看腳底然後呢 就用這個 包括這個 那個塑膠棍棒 然後還有包括馬達帶等等 皮帶等等 抽你的腳底 然後警戒而來 就是用這個 包括他的頸棍 塑膠頸棍等等 打你的你的後腿 你的這個兩個腿 關節下面那個小腿 把你打得亂七八糟 打得你可能都沒辦法走路等等 用行球的方式打你啊 那你說那不是沒有人權嗎 沒有錯 在這個所謂的 IK1 IK2的這個流放 這個監獄裡面呢 沒有人權可言 納瓦尼就被關進去了 對 那問題是 納瓦尼是政治上面的人 那個相關的政治人物領袖啊 他關進去以後會好一點嗎 不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監獄裡面呢 就是任由 那麼在監獄裡面呢 這些 這個罰警御主啊 他高興怎麼打你 怎麼整你 他就怎麼整你 怎麼打你啊 那麼過去事實上呢 除此之外呢 他們還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直接把這個 這個你看俄羅斯的戰鬥民主很厲害 對不對 直接把他壓出來的以後呢 把他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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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到後來啊 終於啊 因為戰鬥民主不是都很雄悍嗎 你雄悍你一個人啊 我雄悍我十幾個人啊 十幾個人圍毆 就把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位 直接打到他的內臟都碎裂開了 你知道嗎 就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好不容易流出來的一段那個影片 影片嘛 你就知道在裡面有多兇漢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啊 那麼在俄羅斯的這些所謂的IK2 IK1的IK系列裡面的這些流放地 還有包括很有名的黑海豚跟白天鵝 那麼什麼叫白天鵝 各位 每個人出來都不能挺直身體 對 這個就是所謂暱稱叫天鵝 為什麼 每個人都被壓著 兩隻手往後壓著 然後整個身體往下癢這樣子 他們暱稱這個叫做天鵝 他說這個就叫天鵝之勢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白天鵝 然後呢 那麼所有的人 你每天除了睡覺的時候時間之外 都給我那麼站著 站著以後兩隻手給我放到背後裡面勾起來 然後頭往下低 不可以看獄卒 因為你們身份是卑賤的囚犯等等 就像每天這樣子看你不爽就打你 很簡單 法律就不能判死刑 竟然又玩死你嘛 所以這種囚犯 重刑犯進來以後呢 就一天到晚被拖出來 然後呢 當作人體肉沙包 就打打打 然後打到了一塌糊塗 全身都是這個等於傷害 那你說 那他們不會來查 會啊 他們也是有人權的 也是會來查 但是呢 等到你來查的時候 那個被打得一塌糊塗的人已經死掉了 很簡單 死掉以後就把屍體發還給家屬去啊 所以呢 事實上 那麼納瓦尼他所面臨到的事 不是只是說 好 你政治破壞我判我三年半 然後抓進去這個IK2裡面監獄 關個三年半我就出來 沒有 三年半後 納瓦尼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不一定能活著走出這個 比如說IK2的這個監獄啊 所以普帝根本沒在怕 居然把自己的政敵 關在這麼慘無人寰的地方 納瓦尼 他絕對不會屈服 因為他的目的很簡單 他太年輕了 他這是要幹嘛 跟比命槽 他跟他比命槽 要跟普帝根到底的嘛 他是反對黨領袖嘛 他有人 他有群眾挺他 對 你普帝現在掌權沒有錯 他外面得到很大的力量 你看 他到德國去看病 對 看病他可以不要回去 是 他媽 再回去 給你關 給你拼嘛 所以他回去他就知道有這種待遇了 他知道有這個結果 大家跟你拔刀嘛 他是跟你賭到底的 然後全世界 你看今天美國怎麼 美國是什麼態度 美國把所有毒殺 當時這個周邊有關的人的名單都查出來 全部制裁 全部制裁 然後警告普丁 所有針對納瓦尼的人都制裁了 當時就是這個事件 暗殺納瓦尼的事件 你用毒什麼 反正搞了十幾個人 全部名單查到 一次全部制裁 這個制裁 美國制裁是有用的 你不要開玩笑 但是錢給你搞死了 這個老二錢都藏在海外 當盤無理他把他扣起來 所以他這個東西美國 然後這個拜登更厲害 拜登你記不記得他剛開始他跟這個俄羅斯開始 跟普丁通電話的時候他怎麼跟他講的 他說我知道你怎麼搞我 你怎麼參與搞我美國選舉 你怎麼覺得他用駭客弄我們 我通通都知道 兩個不是搞他警告 他電話都警告拜登 警告拜登說這件事情他不會放過他 他不會放過他的 他還有其他的 包括軍事上的 包括黑海的這些的所有 相關的這軍事活動 他通通借這個理由 他跟他搞到底 所以納瓦尼這個事情後面還有變化 普丁能不能挺得住 不一定 但是依照普丁的個性是 剛剛是不是跟瑞德講的 非把他搞死不可 可是納瓦尼這個小子 他只是另外一個 他還跟你拼到底的個性 然後加上國際跟美國 主要美國力量 這樣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事情還有變化